大家好,今天是十月十七日星期二 每星期二都有一个严正声明 说一片图现在还是很活药的 一样有利用这些华有个叫做石镜泉 相片是我的,内物用不关我事 请大家要知道 如果遇到这些事情,不要和他联络 你有兴趣的,或者有时间可以打电话18222 去举报他 记住,我并没有任何Telegram WhatsApp Group 或者Facebook等等 其实不单我没有 相信有很多股票的评论员 都没有这类这样的事情 有自己的可能是联络群組 不过不是这类这样的事情 无厉害不知什么的 好了,我们看看今天来说 首先第一个时候,我们看看北水的情况 都继续流入的 由于这几天是没有了北水的房间 所以这个就拉了下来 不过慢慢回来之后,它应该拉上来 应该去回这些水平的 这些水平就会比较好些了 其次呢 我们看看这个是板派 如果今天大市是上升的 因此很多板派上升 银行股方面升幅 目前暂时不是多 我估计到下午或明天 就会多一些 地产方面仍然很惨 因为有碧桂圆等等事件的影响 这个都没有白了 再去其次,个别股票方面 我们看到ATM那类是好的 恒生中国企业是好的 还有就是京东小米这些 汽车股也是好的 石油股有少少是滞后了 其他都没有怎样看 其次 其次 现在暂时可以守得起 这个保利加通道的中族上面 是一个可以叫企稳的迹象 不要再跌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它可以上去上面 如果能够再上去上面的话 现在目前这个位 保利加通道顶 是123 大致上当是123 现在保利加通道底 就是172 所以暂时来说 你应该在这里 照这间盘培回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是177 当是178 如果能够站这些 就比较好 所以暂时 这个势头 应该是一个反弹的势头 虽然 那个是 反弹得来 不是很明显 只要它不跌穿 保利加通道中族 我们只要当它就是反弹的了 好了 我们看看 说完这个之后 我看看今天有什么股票 可以留意 有一只可以叫中远海能 是 一分钟 叫 你们 感谢观看